呛呛三圆形 周小正老师 很欢迎您 您是不是染了头发了 我都67了 对您四几年 你怎么还是照着年轻人的份 染黄了还是染绿了 我也就是随便染 因为要不上节目我也不染了 昨天刚染的 所以周老师 有个话题适合他 他不是喜欢以色列吗 对吧 以色列是个好国家 今天跟他谈谈 以色列的后台老板 美国 但是你们美国 是不是有点日泊西山 说美国政府关门了 这事 知道知道 关不了生 发达国家关不了生 这是判断发达 还是不发达的一个标志 一个是像卡扎菲 七个儿子一闺女 这样的财富 能得超过利比亚小一半 那是民不了生 他关他绝对付得流油 所以说你再看 二代黑人移民奥巴马 他有多少钱 对不对 所以说 其实是一个标志 关不了生 发达国家 那台湾也算发达地区 也算发达的 对 因为有个中国的好地方 房地产老板 去了台湾之后的感触也是 说这地方关不了生 对 你看王金平 对 的确是香港其实也是 香港现在不是在查一个我们的前连政公署的那个特派专员吗 你听过这事吗 香港现在骂他是腐败 他是怎么个腐败法呢 原来他是拿公款去请内地官员交流的时候喝茅台 那平均一个晚上他吃那段饭连茅台一个晚上大概花不过一万港币 那么大概请了这么几回 然后被人查 现在变成一个很轩然大波的大事 但是呢 我碰到一些内地的也是干新闻的朋友说 你们这就叫晚上喝茅台十几二十来人吃饭吃一万块 连喝上茅台一万块 你就大呼小叫说这怎么腐败了什么 这算什么呢 没错 就是你们香港的张官的太惨了 对对对 香港这样是没有前途的 周老师 你去过美国吧 去过 去干什么去 我去就是考察 就是访问 不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就是我们叫国际访问者 国际访问者 就是去看他们的一些应该说就想看他们的阴暗面 那你说揭发了什么 比如说我到他们的戒毒所 什么包括监狱等等的这些地方 就是去看 这你跟我摆摆 他们就 我就说我不看你们好的好的 有什么可看的 是我们来看你们那些不好的 怎么办 也就是社会问题 他们怎么解决 他比如说是这个就业 那么他有些黑人的妇女岁数比较大 基础也不行 他没有就业的机会 他竞争了 那怎么办就培训 所以我们就看他们的培训 比如说他们就把领带 那么有美国有不少领带 他把他给他 给他 财上完了再给他绣上 绣上一包挺花的包 其实都是领带 就不用的领带 对不用领带 让他给他加工一下 变成艺术品 所以我就看他们 手艺有个工作 对让他们有个谋生的手段 再给他们找工作 我就看这些 这些东西 就是说发达国家 他肯定是标本监制 治本为主 你不是像这次美国 他挺 就是所谓政府官张的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理念 一个是大政府小社会 一个是小政府大社会 这个共和党认为是小政府好 那么民主党认为是大政府好 所以说他这次呢 实际上他的问题就在这 他是理念之争 他就是说 如果你要是 你一改要成了 那就是大政府 那么这个共和党就担心 跟他的几十人的理念冲突了 他们就希望小政府 比如说你自己 为自己花自己的钱 他们认为最好 比如你有病 你就去治病去 可是呢 民主党也有道理 因为你 他这病 他不是说都得 他这保险 就是大家伙保险 对吧 他这么回事 不过我觉得这回呢 挺麻烦的 还牵涉到一些 很复杂的一个 政治手段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主要 共和党里面呢 还不是全部都反对 全部都赞成这么干 而是共和党里面 查党 就那极端的保守派 那这帮人呢 当然是反对奥巴马那种 他们看来叫大政府的 那种奥巴马式的 医疗改革 可是问题是 这个医改这个计划 是奥巴马在连任的时候 就带着来的 那连任了 结果他继续连任 那次大选 他连任了 然后众议院 他们也取得控制权了 就不会 众议院参议院 他们也取得控制权 某种程度上 大家就等于说是 国民认可了 至少一半以上 国民认可了 他这个改革计划 那共和党仍然 这小部分想阻止 那怎么阻止呢 就拿这个预算案来挂钩 但这一回 这个预算案的内容 其实是不包括 医改的这个部分 所以他等于拿一样东西 来威胁 停摆令一样东西 那所以这里面呢 但就牵涉到 就说那以后这个 是不是任何一个政府上台 比如共和党将来一定要执政 而民主党只能够少数控制 其中一个小一个议会的时候 是不是凡是不满意的政策 也都用这样的方法 而这样的一个 他们的背后的那个支持 当然它是理念之争啊 但是还牵涉到背后 你这个理念有多少人支持 也就是说永远的少数者 他都能够阻止 大多数人的一个一个一个意愿 所以他挺复杂 他说这个美国就是一个大公司 什么美国政府就是一公司 我看了那个电视剧啊 那个美剧啊 那个纸牌屋啊 是吧 那个挺好看 我觉得他这个议会啊 挺好看 那就是个市场啊 就是买卖 完全就是个市场 就是说 所以说这个美式民主 多数党领袖 少数党领袖 咱们纯粹啊 或者是这个县的议员 那个地儿的议员 咱们做交易 这都是谈买卖 就是你啊 投我这个提案的票 我呢 到时候会投你那个提案的票 这个底下 这个这种 这算是王金平的官说 还不算 他不一样 官说不一样 他那个官说 牵涉到司法问题 这叫游说 这叫游说 这句话 永中的老话叫 机关算尽 太聪明 反目了轻轻性命 怎么说呢 你要再往深的说 那还是一个古老的命题 就是目的正确 你责不得手段 因为共和党的目的是 小政府大社会 他认为这样的时候有活力 那么你高福利的社会 交好多税 全包了 简单说 社会主义大国反 咱们经济改革也是从这改的 打破大国反 对不对 所以说他实际上 他们的理念都有对的一方面 可是他们不择手段了 还是那句话 老子说 以政治国一起用兵 孙子说兵者鬼道也 兵不厌仗 打仗 他就是不择手段 离间计 美日计 连环计 苦受计 对不对 但是你建设一个所谓国家 你得择手段 对 这就是马丁诺诺金那句话 对 手段是正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进行之中的目的 什么什么 我就这 就是说手段呢 是目的的现在进行时 它是正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进行之中的目的 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达到美好的目的 因为手段是种子 目的是数 你邪恶的种子 你发不出闪了牙 你也不可能接出美好的果 所以说呢 他现在呢 一边共和党 说我要走小政府大社会 对 我不能说这目的不对 因为跟我们的市场体制改革也有某种相似的 对 那么原来我们就是大政府 从摇兰 官员太多了 他包不下来了 对 所以说呢 那么他这目的正确 但是他不得手段了 他捆绑 就是我让你官无聊生 我让你发不出公子 我要达到 他达的是这个目的 达到是他这个小政府大社会的目的 那么呢 这边呢 这边也要 你我就不让步 比如奥巴马他也不让步 他说这事就没有什么可让步的了 因为我这已经通过了 联邦大法官 九个联邦大法官已经仲裁了 合法 那还用说什么 那就是你得服从裁判呢 人家总裁判长都说合法了 你还说什么呢 所以他说没有退的余地 这样的话 咱们就让这个 一百万公务员发不出公子 就是两个 两边就叫起来了 就是什么意思 两边都是不择手段 他不择手段 代价呢 就是我政府关门 好歹美国呢 还是有点训练的 你要说咱们政府一关门 那就乱了套了 天下大乱了 对不对 人家也没有城管 这也是 人家也没有这个 你看谁啊 那夜谭写篇文章的标题 还叫什么 就是说 你看美国政府这关门 八十万雇员 就无薪假期 可是他这国家 照样运转 照样运转 这是什么原因 其实这几年 有好几个这种案例 就美国现在是 联邦政府停转 其实几年前也试过 我们还可以看看 好几个不同的例子 前几年的时候 中国很多人也关注 就比利时 因为比利时试过 有一年半以上的时间 是无政府 所以无政府是什么概念呢 就他两个党 要谈联合政府 大选出来之后 谈不拢 谈不拢 结果就处于 没有内阁的 看守内阁的 一个真空状态 达一年多 但我们也没听说 比利时界的就暴动了 就怎么样 所以说 你看很多这些国家 我们中国人就很 很不可思议 一个叫没有政府了 一个叫政府关门了 那这国家怎么办 其实也不怎么办 也还挺好的 所以其实 咱们后来讲 这个无政府主义 咱们老是当一个贬义词用 但是无政府主义 在最开头啊 它可是个很正经的学说呀 它是一种 当然啊 是吧 八经就信这个 对 那我也信这个 腔腔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十月完全时尚手册 带你继续聚焦时装周 揭秘不同风格的浮世潮流 打造完美秋冬形象 让你更美丽 完全时尚手册 天桥云赏 星期一晚上 凤凰卫视中安台 周老师我问你 你喜欢生活在美国吗 要是让你生活在那 那肯定是不喜欢 因为什么呢 因为语言不行 习惯不行 思维也不太行 但是我们有理解力 就是说我们去了 不是说这个 我们去了实际上还是为了中国 就是说你看看人家那个 有什么弯路 我们能不能避免 人家有没有什么优点 我们能不能取其所长 是吧 对 我们还是这个意思 当然我还是愿意生活在中国 为什么呢 因为 他首先这语言呢 因为像你 你主持人都主持了16年了 没错 你这语言要是到美国用英语 那就不行了 我也一样 我当老师我也用汉语说 对不对 我用英语说 我也就没有优势了 可以说 但是现在不都讨论 还批评说中国英语教育吗 但过分是过分 因为首先你得把母语学好 完了你再上中学的时候 你再学英语 或者是别的语 对吧 你说你从小就来个双语教学 比如说 一个美国人 一个中国人组成家庭了 生孩子了 那么一会儿说英语 一会儿说汉语 对吧 那么这孩子从小 他就思维 他就融换 融换的代价 就是一六人才 他永远当不上 是吗 对 双语教学的 一六人才当不上 创造里没了 英语说的没得说了 那是都 基本上他们翻译还是可以的 但是 他的思维 因为他老变换 因为中国的思维 跟他那个英文的思维 他就不一样 各有所长 就是说你现在把母语学好了 您再学英语 再学第二万语 第三万语 你的主张是先后 不是 这不是我的主张 不能同时 不是我主张 这是有人研究的一个 应该说比较严肃的一个结果 但是双语教育 现在家长们都很时髦 是啊 他不想 都要求自己孩子 他不想让他的孩子 当一流人才 有创造力的 像比尔盖子 他想弄点钱 将来混点钱就不错了 他是这个意思 所以为什么中国创造力不行 但很多国家是有双语教育 但这个所谓双语或者甚至三语 是后来的事 他一定是初期阶段 那个根基要打得很深的 初期阶段根基要打得非常严肃 非常深 但我们现在中文到底有多好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很难讲 但我还是想问一下 周老师你怎么看 比如是像美国 他联邦政府关门 结果你也不觉得美国太大问题 就我们从中国的国情去看 我们是不能了解的 对不对 其实我们有一句老话 你要注意 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一句老话 我们要相信群众 相信他 你以为中国那政府关了门 中国老百姓就要全都没人管了 不是那事 所以人家有自组织 如果你的集权太厉害了 好比是一麻袋土豆 只要那个省一松 他就滚了 美国人家不是一麻袋土豆 人家自组能力很强的 你不是说人有州 实义上的州不是州 他叫美利坚合众国 那他是50个合众国 他那州有立法权 这个州判了就是可以有死罪 那个州就没有死罪 生死两重天 就是你在这州犯了法 你可能死 那州你犯什么法 他就不死 这个差别可够大的了 没错 所以说他不是州 他是一个合众国 他还真的就是 他是一个一个独立单位构成的 咱们在加拿大不也是吗 说你卑石省 咱们觉得他卑石省底下的一个市 但是并不等于你这个卑石省政府 你能管他这个市 对他只是一个相对 他全责分开的还是 对啊 而且还有一点 比如说我们去看 美国这个情况是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他们可以分开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你比如说比利时那时候 那个那个案子 他那个情况就没有了政府 那为什么消防员还继续上班 警察还继续巡逻 又才继续送信呢 美国现在也有些警察在无心 就是没有心事在工作 在这里面还牵涉一下 他这个是因为政府财政 薪水发不出来了 那所有这些公务员没薪水了 比利时那个情况是没有了政府 但薪水还要照发给公务员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公务员跟政治官员是两个概念嘛 在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是公务员 你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讲 全国家日办办主任 你是公务员 但是你有一些官呢 叫做政治官员 比如说什么部长 你这是政治任命 比如说每次他们大选 你随着上下台的是政治官员 不是公务员啊 要不然那大选怎么办 比如说英国这种一大选 工党上去了 那是不是保守党时代的 连油猜都要炒鱿鱼呢 不是的嘛 对 所以这里面牵涉一个 比较奇妙的情况是 就是他的公务员是公务员 是铁打的盘子 他不动的 但是我们中国现在 比较麻烦的地方 是因为这两方面是 高度统合起来的 所以说我们真的 是不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所以我们是高度统合的 是 周老师怎么看 是这样啊 就是说海南省建省的时候的 口号就是 小政府大社会 海南省 1988年建省的时候 人家的口号就是这个 广泛的宣传过 所以我们印象很深 实现了吗 应该说比别的省 还是好一些 我觉得真的是 就是 而且现在啊 我觉得就是 中国有的时候 一个公司的发展 中国人办的公司的发展 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跟文化有关系 有时候一个公司啊 刚开始啊 管理机构是小的 但是你看 随着这个公司发展 很多年之后啊 你就会发现 他怎么会出现 像中国政府一样的问题 就很多的中层领导 就很多的这个管理人员 干活的人少了 对吧 这些经理啊 副经理啊 一大堆几十个 这个我很奇怪 就是就是中国 连公司管理 往往都会发生 这么一个现象 我们会变成 政府过度勇走 这个就是一个叫 帕金森定律 什么叫定律 重复出现的现象 什么意思呢 原来一个局长 他能管的事 他要升了 他原来能管的事 他要找两个人 为什么 他好搞平衡 搞平衡 因为如果他当了 副部长了 那个那个局长 还是一个人 那个人比他年轻 经过一两年 人有经验了 将来上班再有 未的出现了 人就上去了 这样的话呢 他管的事 他能俩 那么这俩呢 原来是处长 这俩处长 声称副局长了 那么原来那处长 他也能俩 能俩干嘛 玩平衡 你们俩只掌握我一部分 所以说我是掌握全局的 那么你们俩也超不过我 所以那本书 写的相当的好 叫帕金森定律 官场聘 所以说他就要庞大 包括美国政府 包括公司 包括世界各国的政府 他都要庞大 他有这个倾向 他有这个倾向 公务员是会 不断的公务部门 是有一种 自我繁殖的能力的 比如说你有时候想想看 他不一定是权力平衡 他有时候可能就只是因为 出了一个什么问题 比如说现在 黄金周出现问题 说不定不只是 全国家去办 对 黄金周特别办事处 要夸部门调一些人来 对 那你调了一些人来 处理这个问题了 那原来调走那些人的位置 怎么办呢 又多开些位置 就是经典机构 经典机构提了多少次 越经越多 这是毫无疑问的 为什么 一说经典机构 首先就得成立一个 经典机构办公室 来研究什么经典机构 然后各部门都成立一个 经典机构办公室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一份规划报告 成就民国初期中国的大都市梦想 一纸百年蓝图 欲把金陵古都打造成东方华盛顿 证明我们中国人是有能力来建设伟大的城市 1927到1937年 回望中国第一个现代都城的诞生 首都计划 但是现在在中国当公务员最抢手 是啊 我们那些学生都愿意考公务员 工考 或者叫国考 叫国考 非常热 而且你说这个公务员 你很简单的 现在就说前一阵不是有一个叫杨什么的 杨艳隋啊 这是你们社会学的科目吧 提出来的那个养老 就是说50岁退休 65岁在拿养老金 对吧 然后说这15年干什么 说可以到养老院 50岁给70岁的洗脚 干什么 他说这个事 就当时就有人就讲啊 说中国这个官民不平衡 不平等 就是我企业的雇员呢 我是在交着我的养老金 公务员有什么好事 公务员不用交啊 到时候一样 拿的养老金还多 这个 这该怎么 公平不公平 不是越来越不公平 这毫无疑问呢 因为有人都研究过我们汉朝 多少是个纳税人养我一官 现在多少人养我一官 他这官民比例 现在是大大的降低了 现在大概就几十个 甚至十几个 那那时候得上千 对对 所以说呢 所以说这个效率就越来越低 那么越来越低呢 那么官员呢 他就享受特权 比如说养老金这事 这就是特权呢 特权多了 潜在的 还有以这个明着的暗着的 什么潜规则什么的多了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公务员 他也老要庞大 老要作为的 这个 他要为自己牟利吗 你比如说我们都是 如果整个国家都是由这些公务员来管的话 他来决定他们出差的这个标准 他每天的吃饭的标准 他退休的标准 他住房的标准 然后他提出这些标准要求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一个议会去监督他 否则 当然我们有人大 但问题是我们人大有很多也是他们找来的 或者是退休公务员嘛 或者政协 那所以变成叫他一家亲 所以他可以不断为自己牟取福利 一直扩大这利益 然后部门也不断增长 我问一下 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参议院啊 和众议院啊 要是按咱说美国是个公司来比方的话 那他相当于不相当于公司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呢 也有点类似 因为美国他是按照这个一定的规矩 他把美国分成了四百三五个选区 每个选区每两年选一个叫众议员 两年全部该选 他历史严格了五十个州 有大的有小的人多有少的 但是他不能隔断历史 所以他以历程形成的州 每一个州他选两个叫参议员 任期六年 但是他把它错开 两年所有的参议员 所有的众议员全部该选 三分之一州参议员该选 他错开 你干参议员你干六年 但是呢 三分之一的州三分之一 他给错开 所以说他这个比较制衡 就这一次 有延续 他比较制衡 完了美国总统最多干八年 把联邦大法官 联邦大法官九个 总统提名国会任命 任命通过了 您赶到死 只要你能够履行你的职责 对吧 也就是说这个总统换四回了 大法官还没换呢 为什么没死人家身体也没有 才不好 所以说现在大法官 跟现在总统 什么关系都没有 既不是你提名的 也不是你认命的 所以说他们九个老头老太太 准备开会 四个说你接着干 你就干 五个说你下台立即弹劾 所以他就有一个权力制衡 他关键在这呢 他就是为了制衡这东西 就是说你不是说我们的总理讲 改革就好比是壮士断腕 对 但是这已经比较缓和了 原来是壮士断臂 实际上断腕子我都不敢断 我跟你说 对对对对 你想我断腕子我也不敢断 是 对对 所以说这就是这个形容了改革的决心 可是你想这个决心那么好下吗 我自己断自己的外 我自己把我的利益给拿到一部分 所以说你要没有制衡的话 他不可能啊 他还得给自己谋利益 而且你说到这个要断自己的利益 比如说政府改革 的确现在总理的讲法就是说 需要政府要把权力要再限制起来 然后很多原来在民间可以交给民间的东西 现在让回去 但是这里面的马上就会打击到你的学生了 为什么呢 因为就刚才我们讲 现在大学毕业生 头号制约都是当公务员 可是我最近发现一个现象 就最近这轮打滩 然后例行节约之后啊 我去到很多地方碰到一些地方的一些公务员呢 他们真的是关不了身了 他们觉得太苦了 就原来办公室是这么大 像广场人民广场一样 现在都要加隔墙了 说缩小有标准了 也不能吃好的 也不能吃好了 出外出差呢 也不能住五星期住个两三星 甚至儒家就差不多了 也不能罚魅了 对 那你这么搞法 还要当公务员吗 难道真的是要为人民服务吗 不是因为他有潜在的 敌内损失敌外部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文明启示录 我原来就想要这么搞下去 这事 是不是他就不爱当公务员了 或者当公务员的人 这是 没有人 所以今天是 这事 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